博洋老师是勤勤恳恳的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他的有些观点确实是比较刻薄而且过分的 但是你一定要考虑到他当时处的这个威权环境 就好像是鲁信在这个民国时代呢 他发表了大量的攻击中国人的说法 说中国人简直是懦弱无可救药 注定了被亡国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鲁信是真正的贵国要玩的这个创始人 他提出的一系列言论的基调呢 是建立在我们的国家民族马上就要灭亡 肯定是要灭亡我们是个低等的民族 他用这种方式来激发读者关注这个问题 让读者呢关注这个中国衰微的问题 关注这个中国怎么样重新振作起来的问题 所以在民国那个乱世里面呢 鲁信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呢 是希望达到一个效果 就是大家正确的认识中国面前遇到的很多问题 那么同样呢 博洋老师呢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呢 他生活的年代呢 他最早呢是在大陆后来跟随着 就是国共内战失败之后 他跑到台湾 在台湾之后呢 他看到了蒋介石推行的独裁高压的危险体制 他非常的厌恶 然后他写了一大堆的杂文来抨击 希望的是改变这个政府 独裁专制政府 他用了他的良知尽到他的努力 然后他说了很多过分的话 在他出业之后呢 他写了这个丑陋中国人 也是一影惯之的 他认为台湾现在体制是有问题的 是很独裁的 是很专制的 是很危险的 在这个基础上呢 他写了这样的一个丑陋的中国人 看某些作家作品 一定要注意 他是有针对特定的时代 特定的环境 特定的市场 不适合任何时代 就比如说要是鲁信 到了今天 生活在我们中澳人民共和国 然后呢 整天说中国要亡了 中国人民太懦弱 中国人民是个傻逼 鲁信为什么下场呢 肯定是我们中国人 多数人会把鲁信 骂得死无上山之地的 所以同样的言论 放在不同的时代 那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这鲁信在他那个民国战争的时代 他发表中国要亡了呢 给中国人敲上钟的这种行为呢 大家呢 是会感到民族危机感的 是为熊熊的燃烧起爱国热情的 但是相反 在我们这种太平盛世里面呢 你天天跟所有人讲 中国要亡了呀 中国人太懦弱 中国人就是下等民族啊 中国人就是贱啊 诸如此类的话题呢 自然是会引起反弹的 所以呢 博洋的问题呢 他在当时 他在台湾 就蒋经国统治期间 李登辉期间呢 还延续着威权 独裁的统治的时候呢 他发表的这个丑陋中国人 是一定程度上 为了抨击当时的台湾政治体制 为了抨击 不让人民自由发生的那种体制 博洋在那个时代 发出的这些议论呢 都是对当时的人民 对台湾的单局 是有很大帮助的 对台湾的人民 是有很大帮助的 那么呢 回到博洋的中国人史纲呢 众说人史纲呢 因为博洋不够专业啊 专业的历史学家呢 会发现很多的小细节的命物 但是呢 博洋老师虽然不是研究历史专业 但是他有一个特点 他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在整本书里面传达的一些价值观啊 是非常的让我欣赏 当然不包括一些专门 黑中国人的那些地方啊 就是说讨论到一个 我们中国历史上 为什么这么黑暗呢 都是因为独裁啊 都是因为专制 这跟我们课本也是 我们历史课本强调也是一致的 博洋是 基本上他的史观呢 是很简单的四个字啊 就是人民史观啊 人民最大啊 其他的都不大 是人民最重要啊 其他的帝王将相啊 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而不是颠倒过来的啊 人民就是为帝王将相服务的 基于他这样的人民史观啊 这个简单的人民史观啊 他的这个历史分析啊 他不是受过那种专业的 服了一大堆的西洋的 让历史则学专注啊 博洋可能没有那个时间啊 当时他已经老了 也不可能再有太多时间读书 所以呢 他是以自己的 一个用老派的啊 知识分子去写这个中国人 博洋啊 是老一派的文人 什么叫老一派文人呢 就是民国过来文人 他们受的是 从小受的是私属教育 他们脑中有一些传统的五龙观念 很正统的 天地金钦斯的观念 他们知道天地金钦斯 给中国人 给中国社会带来影响 他们更清楚这些 中国传统文化的利和弊 是我们现代的历史学家 写不出来的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那种 受过完整的私属教育 多数人啊 多数知识分子 我不是从读数十五经开始长大的啊 我们九年一物志 然后课本有什么 我就读什么啊 我们这一代的培养方式 跟博洋啊 跟鲁信的培养方式 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先读四十五经 先穷究中国文化本源 所以呢 读中国人 有个好处呢 就是知道老一派的人 遇到了中国历史问题 他是怎么研究历史的 就是一切的历史 都是当代史的 就是每一代的历史学家 去看过往的历史 他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梁启超是在晚清 他也是个历史学家 看待中国历史呢 他是用晚清时代的人的眼光 去看整个中国历史的 去做研究的 他是有他的立场的 他是站在 他的当代史上 他是站在他的晚清的时候的 那个 就是二十世纪的那个角度 知识分子的角度 去看过往的中国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家呢 则是用二十一世纪的眼光 去看我们过去的历史 而每一代的人 每一代的历史学家看过去的历史 都是不一样的 历史是不断的修正的 后来人不断的相同的历史 比如说清朝人对宋朝人看法 跟我们现代人对宋朝人看法 那完全是两回事 就算是明朝 清朝去看这个明朝 清朝皇帝是非常配合这个明朝的 觉得甚至 康熙夸奖明朝是智隆唐宋 就是智礼的比唐朝跟宋朝还好 但是我们中国现在的史学家 基本上不接受这个观念的 认为这个明朝简直是胡搗蛋的一个王朝 所以呢 每个朝代的人 对于历史总是有个再发现的过程 柏阳老师写的这个中国人史纲啊 他是用一个老一派的民国文人的角度 去写中国历史 从这个角度上讲 他提供的是一种老一派的民国文人的视角 从这一点来讲呢 他是特别可贵的啊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在阅读的过程中 特别注意到他书里边残留的这个民国文人的习气 这是特别要注意的啊 白痴